我们之前有提到 在玉东战役的期间 西县的秋青拳 他在7月3号 一度生出这个制裁的念头 是 黄百涛似乎也有这样子的想法 他就率兵出击 而且用这种奋不顾身的态度 似乎都有一种 这种马格果师的这种味道 但是我们还是想要知道 黄百涛他究竟 有没有想要以死报国的这种念头 黄百涛的确是有这个念头 也有这个计划 因为他在供出去之后 一路的格杀 午后徐州小总副总司令 杜玉敏搭了飞机 到了地球殿的上空 要找黄百涛通话 黄百涛就先把夺回的阵地 交给原先守备的部队 然后才回到了指挥部 有关黄百涛的记载 都提到了这一段 黄百涛那个时候 透过了对空电台通上的话 直接先自我介绍 然后就说我是黄欣 陆军大学毕业 改名叫做百涛 民国22年的时候 在庐山受训 我们两个人是山下铺 同群寺的山下铺 那个时候我的名字叫做环欣 那我从民国19年以来 从来没有叫过苦 可是今天不能不告急 以免误了容机 杜玉敏他也很有趣 他说原来你是小黄 这个黄同学请讲重点 黄百涛他还对杜玉敏讲 现在一切都仿佛积极 现在只有要求 邱清泉能够在今天晚间到达 只有杜同学你有这个权力 其他就是要空军多多的支援 晚间照明弹不能停 明天就很难说的 也不再要求 杜玉敏说没有问题 他们这个两人的对话很有趣 有在这个战场这么危机的情况 还先自我介绍 不过后面这个黄百涛说重点的时候 他其实说的蛮决绝的 那然后发生什么事 杜玉敏的飞机离去了以后 黄百涛突然间接获了空军的通知 说发现了华野的特别重队 也就是机械化的重炮部队 从西边的起线浩浩荡荡的开过来 尘土飞扬 预计访分分的时候会到 空军线正在炸射全力的阻止 黄百涛接到通报了以后 他是认为说这是华野的玩牌 通常都是用来解决战局 那看来今天晚间要开始摊牌了 那大家或许也会想到 我们在前两集有提到说 邱清犬认为接到这个空头的假情报 那这次会不会也是同样的情况 大陆有一本回忆录走过百年 它是华野特重司令员陈瑞田他所写的 这本书里面提到说 那个时候为了要打击防百头兵团 的确是出动了炮仲第一团 后来书彧评估没办法立刻打下来 所以就从地球殿紧急的撤军 因为通信不好 所以他打吉普车去追赌 好不容易追到了第一团 就是远远的可以看到路上尘土飞扬 炮车隆隆非常的壮观 这个时候其实黄百头他自己心里也有定数 应该是要做出抉择了 对所以他又召集了大家下达了五点的指示 第一点富山的官兵衣服都通通是剩着血 没办法脱换伤口花臭 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是七月非常的热 所以大家要把自己多出来的备份的衣物 都捐出来给这些商兵 第二点是已经没有弹药的枪炮 还有卤货的武器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准备汽油要焚烧 不留任何的一枪一档给华野 第三点所有的公司文件 全部通通都立刻焚烧 第四点所有的俘虏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如果地球电一被攻破先行格杀 这个我们可能一般都没办法想到 对第五点所有的汽车全部准备破坏 油箱很空 把汽油全部都抽了出来 准备到时候用来破坏之用 这五道的命令其实就是玉石剧粉 对 连人都不留了 这也代表说黄柏桃的决心 对 我们前面说过教二总队的那一集 张干平也在他的书里面提到 他说事后他得知黄柏桃下链 把所有的重武器通信器材 还有在地球电的那个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有一些马匹 在马兰的附近 全部通通都埋设的炸药 只要阵地一被突破 最后的电信发出 立刻就全部都引爆 可以说黄柏桃已经准备要成人了 几乎都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 这时候难道都没有人去劝阻他 或说可能我们也听到说 有很多就采取突围的方式 保留实力 闪兵司令 张旭之 在他那本 闪兵与我 那本书里面讲得很白 他说打到第六天 黄柏桃突然间找他 态度很亲切的 交代说 我准备要制裁了 第三快速动队 要把所有的汽车都烧掉 把炮酸全部都丢到水井里面去 张旭之讲说 他立劝 黄柏桃突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现在地球殿还有大概2万人 只要固守 还会有深路 目前的情况 攻势已经加强了不少 华野要打进来 其实不是很容易的 闪兵的短火武器 还有很多 可以变成几个突击队 趁着晚间出去突击 打完就回来 使得对方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虚实 更何况 邱兵团离我们距离只有5公里 希望司令能够坚持到最后的5分钟 这邱星群的第五军 其实距离很不远 继续坚守 或许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张旭之讲 黄柏桃听了以后 叹了一口气 坐下不再说话 张旭之也命令了 第三快速中队的传练兵 火夫 所有的非战斗兵 都要自己去挖 这个岩壁的攻势 大家都用钢块来藏土钻土 并且每一个人都发三枚的手榴弹 这是以防万一 对于这一段的对话 张旭之他本人 在他的自传里面 没有写说 这个是上午或下午 我个人猜测 应该是在下午的时候说的 所以老谈照逻辑看 应该是发生在下午 是 也就是黄柏桃 他收到这个 华野机械化重炮部队 即将开到的情报之后 其他人是怎么想的 根据参谋长李世敬的说法 国防部战地视察官魏祥 他也劝黄柏桃不要这么做 而且还建议说 是不是要突围 黄柏桃的回答也很特别 他说从国共内战剿匪以来 从来没有突围成功的先例 更何况 三万人马由我黄柏桃来断送 我怎么能够投身 简单的说 黄柏桃的意思是 现在地球电 他的外围 整个情况不明 突围成功的机会不大 与其突围被俘受入 不如在这边就直接一了百了 从来没有突围成功的先例 这其实让我们蛮诧异的 很多将领在下决心的时候 都会用过往的经验 或者史料来当作参考 像老谭之前有说过 成名人的四平阶战役 大家都就是认为会撤走 一定会被围奸 所以死守才会有机会 是 我们前两集是做 以闪兵为主的第三快速纵队 根据闪兵司令 张旭之他的说法 处于撤军之后 地球电解围 他们离开了地球电 看到了外面的包围公式 足足的有五道之多 他说如果那个时候 要想突围成功的话 谈何容易 赵旭之能看到 黄百套离开地球电的时候 他一定也有看到 包围公式有五圈之多 难怪他最后在碾桩 他是选择了不突围 是 黄百套他从看山胜地了以后 就一直在华东 就是在山东 苏北 河南这一带 跟树域作战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战术 其实是深深的了解 其实战旭之劝 黄百套继续的坚持 可是事实上 大家都很清楚实际的情况 根据黄沙百战 就是黄百套的那本传记里面的说法 就是说 华野下午的攻势 又转趋激烈 不断的有共军的砖系供的进来 与会者 大家都心中血量 因为很快的天就要黑了 能够撑多久 他说是用分秒来计 援军是否能够到来 谁都没有把握 所以大家通通都坐在指挥部里面 沉默不语 所以这也难怪 其实人家都说战争是最考验人性的 是 所以我们知道 黄百套他上午率军初级 收复了两个村庄 就完庄以流庄 之后黄百套也打电话给指挥官 告诉他们说 从现在起 你不要再寄往 我有任何一枪一挡会支援你 因为黄昏之后 空军也不能支援 到时候一切都要靠自己 哪里被突破 就在哪里死守 不得退后任何一步 这时候要接近黄昏了 你知 我知 连独眼龙都知道 共军最擅长的夜战即将要登场 是 要做最后的抵抗 可是很奇怪 华野这个时候 攻击虽然说 依然的持续 可是却没有像想象中那么的激烈 华野每次的进攻 时间都非常的短暂 特别是 交友总队 他们所反手的城庄 这边也没有像前一天 那么的激烈 空军支援的飞机 则是在四空高处 投资照明档 到了子叶 突然之间 四周的炮火的声音 突然间都趋于乘起 突然间消失了 对正当大家都在纳闷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 黄柏涛他打破了陈旗 说共军撤退了 可是现场的指挥官还有参谋等等都没有人说话 这其实是让人非常惊讶 为什么会有如此反转的情况发生 难道是敌人故步一阵 有一本早年出版的《黄沙百战》 这本黄柏涛的传记 它里面的文字是这样子写 在指挥部的这些参谋幕僚等等 之所以没有接话 是因为华野没有打败 而且华野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 黄柏涛兵团的困境 没有办法撑过经验 现在突然撤军 可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